全世界各地的愛草們大家早安 今天是5月十幾號 十八號 今天是5月十八號星期六 也是我們在東京的最後一天 我們昨天從河口湖到Outlet 然後到玉典廠Outlet回來東京市區 然後就入住在這邊 因為我們只是要短暫的休息一下 今天早上就要直接搭車去機場回台灣了 怎麼樣 這六天的行程 開心嗎 開心但覺得太少 所以要再加一個禮拜 如果可以的話 你有那麼多假期嗎 所以說如果可以的話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入住的新宿APA Hotel APA Hotel在台灣算是一個非常大的連鎖飯店 在台灣 有說台灣嗎 對啊 APA Hotel在日本算是一個非常大的連鎖飯店 我們之前去北海道的時候也是做APA 然後大部分它的地點都還蠻好的 像這個啊它就是直接在捷運站 捷運站一出口的對面就是了 那我們就帶大家下來看一下這間飯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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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免治馬桶 這邊有水龍頭 因為水龍頭好聰明喔 水龍頭跟小浴缸可以這樣直接轉過去轉回了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洗澡 然後該附的都有附了 毛巾啊洗洗刷刷的東西 但是空間感非常非常的小 我人站進來之後基本上就是 沒有其他的空間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去旁邊洗 對 好處是還蠻多APA Hotel 他們是有附公共澡堂的 就是外面也可以泡湯也可以洗澡 那個地方還蠻不錯的 我只有照片 因為沒有辦法在裡面拍攝 然後再往裡面走 基本上這樣子你們就看得到房間的全貌了 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小 但是APA好像常常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麻雀雖小 繼續練完它 五臟俱肺 不是俱全嗎 對啦大概就該有的都有 但是就是小了一點 我們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擺行李耶 我們昨天晚上整理行李啊 這兩個人要輪流整理 然後行李箱兩個打開放在上面就已經滿了 這邊有一個全身鏡 它附了很多的鏡子啊 感覺有點像是 要增加它的空間感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有一張桌子 桌子上面它就放了很多很多 有的沒的那個DM的東西的 桌子的前面有一個鏡子 這邊有熱水壺 電視機的遙控器有電話有筆有杯子 然後這個椅子 它是這樣子 它雖然是那種 凳子有沒有 但是還是有附輪子在下面的 讓你在狹小的空間裡面還可以行動置入 然後這邊 水空機原本放裡面 就是原本的水空機是不是 但是那水空機很普通啊 不值得一提 桌子的下面這邊還有一個小冰箱 桌子區就這樣子 這個床它的設計有點巧思 它的空間也很小了嘛 所以它把床把它墊高 所以它的床的下面是可以直接把細菱箱塞進去的 就讓你收納在裡面 電視機 Shop的非常非常大一個 它就直接把它坐在床的腳的前面 所以你可以一邊躺著的時候一邊看電視 很大很大的一個電視 而且可以看早堂現在的情況 對 它就是附贈了各種資訊 就是有氣象啊 然後附近的景點啊 然後看早堂目前的狀況怎麼樣的 然後在床頭這一邊 我覺得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它真的很多很多的插頭 1 2 3 4 5 6 這麼小的一個房間裡面就有6個插頭 至少6個 比昨天河口湖的還多 喝口湖一整間我們可以用的 可能只有2個 3個 對 其他它都插好冰箱之類的東西 這有6個 而且它的USB還是單獨的 就是一個2A的 這邊的控制面板 可以控制空調 溫度 然後所有的燈光 那下面還附了一個時鐘 大概就是這樣子 很會利用空間 對 可是真的很小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說一說我們的住後感 那我先跟大家說價錢好了 3,700一個晚上 這已經是我們在這裡 新宿區找到相對比較便宜的 算幾乎最便宜的飯店了 不知道跟太臨時找有沒有關係 應該有一點關係 交通非常的便利 大廳非常的富利堂皇的感覺 然後它的Check-in 還不是人工的 是 電子Check-in 就是一個面板 就用你自己Kini的名字 自己把護照放在上面 然後就會產出房卡給你 那個有點高科技 目前還沒有遇過就是自動Check-in的飯店 1樓有酒吧 2樓有酒堂 8樓有遊泳池 然後這些都是飯店的設施 而且它外面還有什麼製兵機 微波爐這些東西都可以用 而且下面有全家Lawson Seven 都有 而且全家有三家 還有Sukia Sukia還有松屋 松屋 對這些都在我們樓下的一條街裡面 全部都有 所以生活機能非常便利 嗯 然後大家知道去哪裡玩 應該還是算方便啦 雖然它是那個 不怕半夜肚子餓 不用怕 因為Sukia跟松屋都是24小時的 便利場地也都是24小時 早餐也可以有 嗯 你是怎樣 你是重點在吃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代表我真的餓了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 有來東京旅遊的話 你覺得推薦他們入出這家飯店吧 可是我對於這附近的交通 我還不是很熟悉啊 對啊 我們都不是很熟悉 它在新宿隔壁幾站這樣子 對啊 我不知道它走過去實際要多久 如果很快到的話 其實還OK啦 走過去喔 從這邊走到新宿20分鐘以內 17分鐘 好啦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還是可以推薦 就APA的通常都是這樣 還是 就是APA的平價版喔 平價版 它的高級版我們還沒做過 所以沒辦法評論 對 好啦我們現在就要拿著行李大包小包 去check out 然後 去搭車 前往機場 然後就回台灣了 那就用這支影片來結束我們這一系列的東京Vlog了嘛 直播再跟大家聊一聊吧 我是阿倫 蘇伊 掰 欸記得訂閱阿倫的時候 微信錄頻道 然後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 從哪裡開始 就從哪裡結束 我們又來買了一杯Lawson的冰拿鐵來喝 欸後來我們發現啊 這個Mega Size的冰拿鐵應該是全日本都有 我們除了在河口屋那邊有喝到之外 在東京到處都喝得到Mega的版本 這個是270塊一杯 好